大家好 我是學長 上一輪跟大家聊了普及率最高的HALIO V60濾杯 搭配一刀流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歷史非常悠久的點滴法 當然說到點滴法還是要聊到KONO名門濾杯 它幾乎可以說是點滴法的代名詞 但其實KONO濾杯除了點滴法之外 還有非常多的充足法 都能夠表現KONO非常厲害的結構設計 那今天使用的客氣客氣六熱濾杯 是和KONO借鏡的結構 客氣的肋骨數量比較少 但採用比較深而粗的熱濾 因此排泄的狀況介於KONO的二代和三代之間 而比較偏向二代 因此網路上大部分的點滴法數據 都可以在客氣綠杯上參考使用 當然學長失踪愛客氣非常優美典雅的右色質感 因此我們今天就用客氣來為大家示範 那點滴法流派其實也很多 學長的點滴法會分為兩種 一種是學長喜歡的修正版 呈現了點滴法一路孔爆炸性的峰位呈現 毫無保留的讓你瞬間感受 但後半段的口感盡量清爽 做出前濃後淡的層次差異 第二種是比較傳統的厚實版本 前半段濃厚的口感我們當然要保持 後半段我們使用多次段水 讓口感仍然維持高標 整體喝起來比較圓潤 強度強一杯五魂 那我們兩種充足法的差異呢 學長就邊充足邊幫各位介紹 那我們就開始點滴法修正版的充足示範 那豆子呢使用淺焙中焙深焙豆子都可以 點滴法呢並沒有針對 一定只能用中深焙的豆子 淺焙豆其實也可以 只是它的膨脹表象呢 不會那麼顯著 但其實還是會有點滴法特色的 還是前段都會比較濃郁的 那我們使用20克的豆子 那研磨度呢 比一般的手沖再細一點點 例如一般你用4.5可能用4 那我今天使用HALYO的磨豆機 我一般使用30 那我們今天使用26 我們還是要拍平 把粉拍平比較好滴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是無風手沖壺 因為它的壺嘴是稍微比較尖一點點 然後壺聲也不會特別重 所以在控制的時候是蠻好控制的 那水溫呢我們使用90度左右 90到92度都是可以的溫度 那待會呢我們就在最中心的部分 持續點滴 然後目標是2分鐘滴60到80cc 好2分鐘60到80cc 所以給水的量呢是很小的 好開始滴 那剛開始呢 如果你剛開始控水沒有非常的順暢的話呢 沒有關係 慢慢的把點滴狀做出來就好了 不要緊張 不要覺得說一下子給水不穩定 會不會怎麼樣 不至於 但是盡量整個過程之中呢 盡量的用點滴的方式 讓粉塵呢盡量的吸水 那吸水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快的 你的粉塵就會呈現一個 吃水之後的膨脹蘑菇狀的這樣的狀態 這代表說你的研磨度啊 你的給水頻率啊 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那1分鐘大概是30cc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譬如說現在40秒 20幾cc就算蠻合理的 不要太快不要太慢 然後慢慢的讓這個蘑菇狀呢 從正中心一直往外圍擴散 好 那這樣子呢 你的點滴法基本上就算比較成功了 所以你看我是點中心點 但是從外圍呢 粉塵都開始變濕 代表說我的點滴呢 一直不斷的往外擴散 然後現在是1分10秒 大概是快40cc 好 所以我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數據 稍微把點滴的量稍微放慢一點點 然後可以看粉喔 除了膨脹的很高之外 邊邊這邊呢 都已經出現均裂紋 代表說我們的空氣的排出 非常的順暢 這樣子你的 酸味的表增呢 都會通常會比較輕量 如果你點了半天呢 都沒有什麼膨脹的話 你可能你的風味上面 會比較悶一點點 好 我們現在大概1分40秒 是55cc 所以完全 在我們的控制之內 然後也不要點太快喔 如果點太快 你的風味就不會爆炸性的 一入口就釋放出來 然後喝起來就比較不像點滴法 OK 好 然後現在呢 空氣已經膨脹得很完全了 所以我們就慢慢點 讓粉塵維持這個高度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2分鐘 60 60cc 這樣子 然後第二段呢 我們在中心點 休息一下 讓它留一下 在中心點呢 畫小圈圈 讓粉塵整個膨脹出來 把白色泡泡全部擠出來以後 然後呢慢慢的 在正中心 慢慢的把水放大 然後讓它快速的通過你的粉塵 旁邊要維持乾燥 我們這邊呢 都盡量維持粉塵的乾燥 不要淹水 因為一旦淹水了 你就沒那麼清爽了 那我們就是用這個 在中心點灌水的方式 讓後半段的水快速的通過粉塵 維持你前後的差異 因為我們剛剛點滴法前面 點的速度非常的慢 那後半段呢 就用快的快水 讓水趕快通過粉塵以後呢 就可以維持酥爽的口感 那當然呢 我們大概到250cc左右的時候 就往外繞 我們現在大概230cc 大概50幾秒 好 250cc的時候 往外繞 讓你的粉呢 都吃到水 然後最後呢 灌一個大水 300cc 收 然後等水流完 就完成了 那當然也有傳統的做法 是會灌大鎖 那會超過340cc 不如330cc提早拿走 兩種流派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全長大約是3分10秒左右 就完成了修正版的點滴法 它會前濃後清淡 喝起來會比較有層次變化 好 就這樣 好 示範完了修正版的點滴法呢 現在我們來做比較傳統的 比較接近傳統的 厚實版的點滴法 那它這個口感喝起來是從頭到尾的濃度 比較像 然後喝起來也比較圓潤一點 那剛剛那個是層次比較顯著 那大家可以兩個個試試看 那我們其他的參數呢 除了手法以外 其他部分都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使用20克的豆子 然後研磨度呢 也不用調整 也是一樣的 稍微壓一下 倒進去 稍微整一下粉 拍平 好 然後水溫部分也是一樣的 用90度的水 我們唯一的差別呢 就是點滴法之後 原本是用灌水 那我們後面是用多次斷水的方式 來呈現後半段的口感 一樣在最中心的部分呢 60到80cc OK 好 60開始滴齁 在中心點就好了齁 然後呢 速度不要太快 1分鐘 大概30升級左右 那你太快的話呢 反而不好齁 所以你只要正常的點的話呢 大概在10秒 15秒鐘左右呢 你就會有一個明顯的蘑菇狀 的膨脹了齁 這一段呢還是跟大家講齁 不用太緊張 還是有蘑菇狀的膨脹 這代表說你的研磨度 跟給水的頻率呢 都是比較正常的 如果你一直沒有這個蘑菇狀的話呢 一來可能很豆子 如果很不新鮮的話 也可能會沒有這個膨脹 那或者是說你的研磨度不太對 所以你可以多調整幾個研磨度齁 確認一下你的膨脹狀況是比較正常的 好看我們現在是 55秒是32cc 是跟我們的目標差不多齁 然後55秒的時候呢 我的膨脹狀況呢 就已經非常的劇烈了齁 然後我的粉層 已經像蘑菇一樣 一直往上面排氣 好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邊呢 都已經出現了均裂紋 代表說我的排氣呢 非常的順暢 很強烈 然後這個時候呢 均裂紋出來以後 你的膨脹的高度呢 就比較不會太高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給水 緩慢一點 來維持整個濃度 好我們現在是1分30秒 大概50cc 好 是我們的計畫之內的 的數字齁 然後後半段也不要太快 要拼住 然後整個粉層呢 雖然我們是點中心 但是整個粉面都已經吃飽了水 那這個水呢就會大量的萃取前面的風味 好我們還有10秒 已經60cc了齁 所以跟我們的目標差不多 然後繼續維持的下去 好 差不多快兩分鐘了 兩分鐘 我們現在滴的是 68cc 蠻好的 然後後半段跟剛剛有點不同 我們是多次段水 好 中間點呢先給一點水 把白色的泡泡 挖出來 休息 然後泡泡陷下去以後呢 再給第二次 大概給15cc 休息 然後就持續這個動作 好陷下去以後呢 再給15cc到20cc 好 讓它陷下去 可以看到呢 我每次給水呢 我的軍列文都非常的顯著齁 代表說裡面我還是有很多空氣 藉由這次給水呢 大量的排放出來 然後風味呢就被吸下去 這樣子我們後半段的口感呢 也會比較厚實 好 繼續給 好 15到20cc 然後給了大約5次到6次 就是在100到120cc以後呢 然後我們之後可以把水稍微放大一點 好 我們已經給了5次了 現在是170cc左右 每次大概20cc 可以稍微給大一點點 給多一點點 大概到25到30 好 然後 然後它給個3次左右 好 然後第二 再一次 大概25到30 然後水給大的時候 邊邊就有一點點液水 但是沒有關係喔 這正常 然後第三次 然後給大約是30 左右呢 然後順路的往外繞 繞到300cc灌架水 收 等它流完 我們就沖煮完畢了 那這個手法呢 因為它是多次斷水 所以後半段的口感呢 跟前面的點滴法呢 都非常的接近 濃度很接近 所以整體喝起來 油脂感會很豐富 然後它層次比較不鮮明 但是很有圓潤感 那就是比較接近傳統的點滴法 那這種手法學長也是蠻喜歡的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哪一種手法呢 比較適合你 那我們今天點滴法的 第二種試法 厚實版點滴法呢 就示範到這邊 點滴法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手法 那它跟一般的V60的沖煮法 是很不一樣的 它展現的是前半段很厚實 很有強度的一種表現風格 因此呢 你如果喜歡喝咖啡的人呢 會常常會為點滴法的 或者強勁 會被吸引 那點滴法的手法 看起來雖然有點複雜 但實際上你多練習以後呢 你會發現 其實不愛舞就是這樣 你只要願意四 找一把比較好滴的舞 你絕對可以學會點滴法的 那今天 學長示範兩種點滴法呢 都是學長非常喜歡的 那各位可以來參考 那也可以看看網路上其他 其他不同流派的點滴法 其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喔 那各位如果還有相關點滴法的問題 或是關於濾杯的問題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學長都會一一回答後 來一點厲害的問題 讓學長難倒一下 那如果各位都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也請大家要訂閱學長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我們會拍攝更多精彩的影片給大家看喔 好 那今天的點滴法專學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